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让小编激动了一把 成果热搜又提出了一个尖嘴伯舌的问题 春望什么十分离场 说这春望是一呼寻常的人 小编一开端仍是比较疼爱他的 虽然在网络上都骂了心理变态外屈 在后期的剧情中还跟着季后试图半岛未定录 可是实际上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没有办法他的命运实在是太过于崎岖了 刚开端方案追这部电视剧的时分 小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依照常理一个后宫的宦官 是不该该有这么的多的镜头 除非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宦官 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剧情 真的就是让小编给猜到了 这实在事态过于惊悚了 春望初是今后 被自己养父养母收留 没有想到却遇到了天待 无法直下进入紫禁城 成为了乾隆皇上的家丁 其实自己从小就知道 自己是先帝的姨子 和皇帝是相同的位置 而乾隆却成为了九五之尊的皇上 而自己却成为了他身边对瞧不起的家丁 进宫今后随意让他人欺负 甚至再沦落到和高贵妃的狗抢食物 可是他仍然不能抵挡 由于他知道自己抵挡之后的成果 就是连自己的命都留不住了 有看过小剧场的网友们会说 春望他底子就不是皇子 可是后期的太后桓桓 否认了这种说法 对此小编只能夸奖 桓桓的才智旨在世高 跟着电视剧的情节开展 春望将会完全黑化 他的方针只要一个 那就是半岛这个皇上最宠爱的女性 后期的春望就理所 应当的成为了纪备宫中最尽力的一把刀 手中的权力也是越来越大 野心也开端 让大便方案起了造反 当然了 春望的方案自然是失礼了 可是季后也是被春望拉下了皇后的宝座 最后用容许的身份 在冷宫中度过了自己余生 可是春望却没有被太后缓缓赐死 作为这件工作的毛华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